在一个作业系统里面 输入法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和电脑的沟通方式 通常是滑鼠和键盘 在我们新北市教育作业系统里面 我们配置给大家的输入法 是所谓的FCITS小契合这个输入法 在萤幕的右上方会有一个键盘 这个图示 这个图示 如果看到的是键盘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打出来的字是英文字 英文字 那如果我想打中文字呢 你必须第一个 你是在输入状态 之前有人发生过就是说奇怪 我有选了 输入法 为什么没有办法像老师一样 很快速的出现新故音输入法 因为你没有在输入状态 即使调整新故音 系统也是没有效果 所以它干脆不显示出来 第一个打字的先决条件 第一个你要有这个 这根棍子再闪再闪的 这个I这个符号 表示你现在要打字 打字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去调整输入法 Ctrl加空白键是中英文的切换 像我现在是新故音 Ctrl加空白键就是英文字跟新故音的之间的切换 假设我不是用新故音呢 那你可以用Ctrl加Shift键 切换各种不同的输入法 这个和Windows下的操作键盘是一模一样的 那新故音输入法 那我可不可以用法属呢 当然可以 你选择输入法 我选择我要倉截 它就马上变倉截 那我要把它调回来 新故音这也是OK的 那新故音输入法 就相当于智慧型的注音输入法 也就是所谓的打字 打字不用选字 它自己会出来 如果遇到不是你要的字 那按向下的方向键 你一样可以选字 比方说我这接改成第一个接好了 接到直接 利用向下的方向键来改变我们要的 一样如果有这边如果不够 这些都不是我要的 你可以按用滑鼠按这一个 也可以按空白键 去改变我们要选的字 好这是输入法的介绍 那如果要打标点符号呢 你直接按Shift 直接按豆号 他就逗号出来按点就是句号 按点就是句号 那其他很奇怪的是 那个符号表 我们要怎么找呢 那你可以使用新库音里面 点到这个输入法 视窗里面有一个虚拟键盘 这边有各种你所需要的键盘 各种符号 比方说我需要特殊符号 有圈圈啊星星啊 都可以输入 那我不是要这个 我要其他的输入法 你可以在这里点 他会自动切换 好他会自动切换 好像这有画格子的 拉丁字的 像这边就有 好假设我要小老鼠呢 你也可以按这样 按Shift 点之后再点这个2 看小老鼠就出来 好这是一个方便大家 使用的一个键盘表 那移动键盘就拉着一个 控制 控制你如果会挡到什么东西的话 好再选全全型资源 各种有输入法 问号在这里 斜线在这里 要打问号 Shift加问号 好就出来了 所以可以满足大家 对各种不同符号的需求 那这个画面会挡到怎么办 一样把虚拟键盘 处理掉 按一次它就切换掉 那如果你要设定目前的输入法 再设定目前的输入法 这里 你也可以选择设定 设定里面是输入法里面 所有的输入法 我要设定新库音输入法 滑鼠点两下 或直接点这个设定 点两下 我们会进入新库音输入法的设定 举例子 选字 你不习惯一二三字 有人习惯ASDF 也可以使用 各种不同的输入法 那还有一个就是 有人不一定是用我们传统的键盘 比方说有人用许式键盘 也有人用倚天键盘 他们输入注音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那也都可以符合需求 调整好就按下确定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输入法做一个适合自己的调整 在全域设定里面再复习一次 第一个Ctrl加空白键 我们是切换中英文输入法 Ctrl Shift是输入法之间的切换 输入法之间的切换 如果你的字型大小 觉得字太小 你可以按加设定大一点 减是小一点 目前零就是不放大不缩小 字型你也可以调整 各种不同的调整 这其他的附加原刃属于比较进阶的交权 哪有空我们再来谈 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小契合输入法里面 FCITS里面的输入法 基本上和大家之前学的大同小异 那它的输入功能也相当不错